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出什么大事情 今天这个小时我们要为您揭开 生计界艾科卡的神秘故事 一块来了解 另外一方面 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关心到的 就是关于加盟者的杯葛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 也是加盟者 我们非常欢迎林老板还有林太太 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分享他们的点点滴滴故事 两种身份 一边是总公司的干部 一边也去加盟 为什么要花一些钱做投资 我们要听他们说故事 该注意哪些事情 现在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几位来宾 欢迎蔡总 欢迎超哥 欢迎杰明 同时欢迎青黄 大家好 一开始我们就要请蔡总 带我们来看到震撼台湾的这个消息 生计之神林荣锦 人家说生计业的艾科卡 居然传出了掏空前东家 现在已经司法展开侦办 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东阳制药的董事长林荣锦 跟润泰银眼梁 还有永风仪和硕川 并名并列为国内三大生计的一个教护 是 所以响叮当的人物 也许静向你不太了解这个东阳制药 但是你应该了解这个产品 曼秀雷敦 家家户户应该都有一两罐 那个广告里面 小护士小护士 对 梅兽利达姆 就是这家公司的主力的一个药品 不过我们简单来说明一下 这个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 现在现任的东阳的董事长 萧英君指控林荣锦 掏空公司的资产 把公司几款的癌症的药 像乳癌这种的药 没有经过东阳公司的一个同意 无偿的转给瑞士的某一家公司 无偿 通常新药都是赚钱的经济母 印钞机 居然无偿 那这个要查一查了 对 查一查 然后经过了检察官 约醒了林荣锦去调查搜索 并且最主要的就是今年 一开始就很奇怪 他表明要到荷兰这家公司 去当CEO 你本来在国内的 怎么跑到了国外 所以大家就检察官就怀疑 你可能有要绕跑 所以甚至找现任的董事长 跟林荣锦双方的一个对子 对子以后觉得你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他查出来 他除了东阳前董作以外 他是现任承德志勤好几家 生计公司 这个都是有上司上柜 对 生计公司里面的董事长 这一家 承德下面还有一个转投资的公司 等于东阳投资这个子公司 是承德 承德在投资一个宜洛华 是孙公司 是 非常奇怪 这一家宜洛华的孙公司 跟无偿的把那个药证 转给瑞士那家公司 有相互的投资 所以你看到 一家稳健进步在赚钱的公司 董事长突然宣布不做了 不做之前居然无偿的 把应该是金基姆的 又转给瑞士的公司 步步移从怀疑的地方 查下去就对了 对 所以这里面就让人家怀疑 是不是有偷空公司 然后检察官现在是500万交保 但是他的历史 立刻加码到2000万 为什么加码2000万 要解除禁管 解除禁管 解除禁管六天 所以现在司法的这个程序 正在进行 对 不过我今天去了解一下 六年前 在六年前 东阳制药的董监改选 就分裂成两派 大股东有两派 哪两派 一派就是玲瓏锦 玲瓏锦觉得说 公司要往新药的部分 去发展 另外一派是说 我们做邪明药 像曼秀雷都叫邪明药 什么是邪明药 就是新药 它有一个专利期 比如十年 这个十年过了以后 其他的药厂都可以生产 都可以生产 那另外一派的话 就觉得说 我们就温温做 我们就做邪明药 卖药总是很好赚 所以内部说 我们规划未来十年 我们营收要做到美金十亿 但林隆景说 那太慢了 我们做新药的话 因为这几年 台湾的股市 只要诉求新药的生计股 股票都不要翻天 有人称为新药的药证 或者开花新药的题材 就是股价的印钞机 新药是股价的印钞机 蔡总好好来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在这个生计类股 是怎么来炒股的 我们先讲一下 要开花一个新药 非常非常难 我们先说大概平均 要进行的时间 是十年到十五年 而且要经过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在临床实验当中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每一期过了一关 你股票花不利多 股票就涨了一番 但是也有可能不成功 为什么 平均100种的药品 你知道多少成功率吗 多少 一种 100种只有一种 其他的99种变炮灰 对 99种几乎都没有成功 换句话说 我说这个是印钞机 但是平均100个药品 只有一个印出来是真钞 但是蔡总 你刚刚提到 虽然成功率这么这么低 但是你从开始发想到 那一颗要冒出来 这么长的时间 我只要过一关 股价就往上瞪一点 过一关就瞪一点 梦就这么足出来的 因为这几年 台湾的股票市场 找不到可以做梦的题材 以前还有电子业 但是要电子业很成熟 就变成了生机业 我们来举一些例子 像这家公司 基亚 它号称了 有肝癌的药 然后进入了 已经进入到第三期 你看到股票 以前最低的时候 20块一路涨 涨涨 涨到去年的时候 结果公司呢 信誓旦旦 非常有把握说 我们这次 其中的这个报告的话 一定会过 对 所以股票涨到这么高 快五百块 所以等等 蔡总 带我们看到基亚的 这个K线一路上来 通常你会看到 会有这样子 突然爬上去的 都是很可能就是 我这一关测试过了 我这一关测试又过了 对 每一次这个过了一关 大家的梦想 好像就快实现了 对 就在去年 几乎快成功的时候 是 最后出来的报告 没有达成 没有达成 没有成功 股票跌下来 用税了 三年涨16倍 但是10天当中 跌掉60% 那时候看着买在这个地方 所以有人检讨说 他未必是要 这个基亚公司 未必是骗人 但是什么 艺术者不打 你假如卖药 其实已经够好赚了 但是 毕竟学民药 他要一颗药 一颗药的卖 那这个利润是有 但是不会给你感觉 一回从天 但是我现在假如新药 我觉得新药 还在审查的过程当中 但是我的梦想 这个成功了以后 它是卖全世界的 我假如是开花一种 新的癌症的药 全世界这么多的癌症的人 都找到救星 而且你要那口药的话 你要不要花大价 我要花很高的代价去买药 所以你看零龙井 持有的股票 我们先讲他个人的部分 东阳他有六千多张 即便现在跌下来 他都有四亿 东升华 这个少一点 一千多万 成德这最多了 你看今天的股价跌下来 他还有两亿多 所以总共是六亿 那我们要解释的 因为根据我们的规定 股票都原始的股东 成本都是十块 但是你看 现在成德的股价是多少 97.2 对不对 他有没有开花那个新药 还没有成功 但是股票已经是九十几块 你从十块变九几块 变十倍 这就叫做什么 印钞机 然后他以法人身份的话 代表东阳持有志勤 这个有五十几亿 代表这个成德的股 这个投资这个永新的话 也有5.6亿 总共加起来的话 总计我看 这个加起来 已经六十几亿的一个身价了 好 我们看到了蔡总 告诉我们说 生计梦是一盏一盏 这样把它撑上去的 梦破了 那很多人要惨了 但杰明 我们讲到说 林荣锦他何许人也 很多人说 他是台湾 生计界的艾柯卡 艾柯卡去抢救福特 抢救克莱斯勒 是 没错 艾柯卡 讲到艾柯卡 是我们五六年级 那时候最年轻的梦 一定要像艾柯卡一样 金鱼之神了 对 能够把一家 倒掉的汽车公司 而且这汽车公司 曾经是美国最好的汽车公司 然后遇到经济萧条 摔下去之后 他可以花六年时间 让艾柯卡不可能的任务达成了 没错 所以大家想说 哇 这个人很厉害啊 那没想到在台湾这几年的发展当中 也的确有一个人 也像艾柯卡一样 他的名字就是鼎影大名的 林荣景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年居然这个林荣景 被形容是艾柯卡 我们就看艾柯卡 他六年去抢救两家公司 是的 那他有什么能耐呢 他更厉害 艾柯卡是用六年去抢救 这两大汽车公司 对 但是林荣景确认 只用花八个月时间把一个五十年亏损上两亿的东洋药品 直接把它转亏为云 还立刻创造八千万的银额 我们只看到这个数字 八个月对上六年 进一步来看看 他进入了这家垂垂老矣的制药公司 是如何让他起死回生 好 我想说 基本上林荣景这位先生 现在已经是大家都已经知道 只要做股票的 曾经享受过生计股那一波 飙涨的行情的话 一定知道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短短几年之内 去建立了十四家公司 其中五家公司就上市上跪 而且大涨几倍 三倍 五倍上涨 那林荣景是何其人也 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好 事实上跟大家不知道 林荣景跟我们一样是凡人 他是台北医学院毕业的 然后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 是什么 是药剂的 卖药品的业务员 药厂的业务 就是跑到医院 扣扣扣 承医师你好 我是买个药厂 我想卖这个药给您 然后就跟他高官 想办法得到医生认可 医生只要一签单 日子就好过了 他是这样的人 但是当时的东阳是怎么样 东阳是另外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是怎么样呢 因为他做好几年之后 就认识了东阳 而且成为东阳最大的一个 药品代理商 可是重点来了 东阳公司在当时状况怎么样 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 很好的制度叫健保 对 所以所有的药品 都必须要经过健保来核准 是不是 对核准来批价钱 那原本东阳很赚钱 为什么健保制度下来 他就麻烦大了呢 原来东阳过去这50年 他不随便代工的 一定要是美国知名药厂 类似曼秀雷敦 对 他才代工 代工完之后 直接在台湾销售 透过像林荣锦的业务 广扑市场 那理论上这种利润好 毛利大 打速攻球啊 是的 但是没想到 来一个所谓的 我们说的这个药剂 这个价格 但是别忘记一件事 当你做悬民药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 蜂勇去做 那帐好好的 那医院就是 这个药剂多少钱 那个药剂多少钱 你的价格低 我买你 反正我批的价格 就杀成红海了 大家就活力了嘛 是的 所以大家看药品 只要是学民药 来 五家报价 价格低者 成交 所以糟糕了 那怎么办呢 那问题是 我们一路讲到了 林荣锦 他从推销 这个药品的业务 怎么一路看到了 东阳的董事长呢 重点来了 那因为这时候的东阳 他已经亏到 每个月亏600万 而且累积亏损 已经到2亿 重点事情是 状况似乎没有改善 需要叶克莫来救了 需要帮忙 这时候林荣锦 想说我就是想要盖个药厂 而张天德 就是我们说东阳的董事长 他想要卖工厂 两个人一拍即合 但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 今天为什么他亏钱呢 亏钱到底在什么地方 要想清楚 这时候张天德 就跟这个林荣锦说 你知道你盖个工厂 要多久时间 要一两年 盖完之后 你要拿这个药证 要三五年 你把通路铺完之后 又三五年 你要不要考虑 这时候林荣锦就想出一句话 他会亏钱2亿元 我要不要去接这个生意 还是我自己盖工厂 那还是另外一笔更大的钱 是 2亿耶 我才有编的 我才有编的 有趣喔 没错 是的 但是这时候他就决定一件事情 要放手一搏 所以这时候 他在1994年 决定接手了东阳 但是所有的业界 都在看他笑话 他那家公司已经亏钱了 并不过人家价格不够 体质虚弱成如此这般 你还敢入主 是的 好 但问题来了 他一去的时候 他发现到这家药厂的 有220张药证 很好啊 刚不是讲吗 这种学名药 药证越多 我就做越多药 就赚越多啊 所以我又越发展越多 但是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 当你发了220张药证 你要请多少业务 你有多少库存 你有多少生产线 库存压力人事管销 真的有点高了 是的 所以你虽然赚了 可能有些产品赚到钱了 是真的 但是问题是 这个钱拿到管销 库存 业务薪水 还有工厂的开销 Bingo 输钱了 那怎么办 这点就重点来了 你今天买这家工厂的目的 就是它有220张药证嘛 对 就像我买一家电子公司 就是它有专利权啊 理论上应该是爱这个药证 爱到你知道 行为都来不及了 但是他做一个事情 什么事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会被库存吃垮 我会被生产线吃垮 所以一口气220张 它注销了90张 而且60种的药证 还留效查看 这样算一算 90加60多少 150 220减掉150 天哪 它只剩70张 所以这是林荣锦的第一把刀 砍 砍 就境外一件事情 为了要登现金嘛 把6000万的药品 大楼大拍卖 但是重点来 当它的这个药品 减少的时候 它的生产线也减少了 对 它的包装也减少 重点是人力产品也减少了 金额真是夸张 一口气 就省下了4000万一年的成本了 你省下了成本 账面就好看了 是的 而且它库存管理减少 销售力道更加集中 不厉身 8个月时间 它每个月 一年的营业额冲到了8000万 建立它的所谓的 这个亡国的基础 但重点来了 就是卖学民药嘛 而且你就是来砍 你就是把那些砍... 利润就是这样子嘛 你有什么建树 对 没有办法 你看那些药厂 他随便发一个药品出来 暴力啊 刚才我们这个总经理不说吗 只要你成就一个生机业 你就发了 所以他去思考一件事情 那我们要不要考虑 以其我们发药品 要不然我们来 自己来磨这个 所谓的药品成长 研发的利润好不好 自己来研发新药 所以当他开始 一个一年营收到8000万的时候 他做个动作 这个动作真的很神奇 一般我们营业了到8000万的时候 我心里想就会把这口袋 踹在口袋里嘛 把钱够好啊 没有 他竟然大手笔的 从2000万投资 到一年一亿投资 占他营收的15%啊 哇 这个大手笔 我们知道毛利 大把大把的钱够下去 研发 药品的利润没那么高哦 对 他把营收的15%拿去做研发 就知道他完真的 完真的 好 重点来了 他果然就是完真的 但是重点来 我们刚才我们菜总说 一个药品要5、6年 甚至7、8年才出来 6年也有啊 对啊 那这样子怎么可能 他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把学民药 稍微再改变一下 叫做类学民药怎么样呢 打擦边球 那我就可以缩短我的研发时间 没错 所以当时他就锁定了 胸腔 骨科 还有心血管 还有癌症这些做类学民药 那讲了那么多 可能观众朋友们搞不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就举一件事情好了 当时他看准 乳癌跟卵巢癌这个药品 是有机会的 那因为我们知道癌症 就要打这个所谓的一些 我们说以毒攻毒的 这个生化剂 可是问题出来了 这些化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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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进去 你身体会不舒服 他想到一件事 如果把化疗剂 放在这种微脂体里面的话 让人体慢慢销售行不行 这是已经成了学民药了 但包装这个微脂体的时候 就是新药 所以你看到 他稍微做一点改变的话 又有专利了 不得了 就从这一刻 东洋就直飞云霄 成为著名的厂商 股价直接冲到百元以上 所以我们刚听过了 台湾生技界艾科卡的故事 回过头来 藥 健保费在找 我付出更多的健保费 但怎么现在 我听说我们现在拿到的藥 反而是更廉价 更便宜的藥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的健保亏损太严重 它光是在民国101年的时候 就亏损了2200多亿 所以政府跟我们课程 所谓的补充保费 那我们的健保费涨了 但是现在呢 因为政府要开源也要截流 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 控制药物的成本的支出 这真的是刻不容缓 各位 来看一下这支健保 近年来逐年亏损 从96年到101年 -264亿 一直到-222亿 2000多亿的动物 成长10倍 那也就是因为药价的洞太大 那我们都知道 药价黑洞 药价黑洞 就指说我们的国人实在太爱吃药 然后医院开出去越来越多的药 那你知道如果是原厂的药 跟那个什么台厂的药 就是我们所谓的学民药的价格 差多少呢 可以差到三倍 那也就是因为它的价差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呢 我们政府就希望呢 它就从去年7月1号开始 然后要所有的医院呢 尽量去用学民药 尽量少用原厂的药 简单来说 像我的朋友他们的医院 他现在是一个嘉医科的科主任 那他们医院怎么样呢 他们医院就告诉他说 原厂的药我们还是进了一些 但是每个医生都有配额 只要达到那个上限配额了之后 你就不能开 而且你请你尽量开所谓的学民药 尽量开台厂的药 因为对医院来说 这样才能节省成本 所以搞到后来 我们到今天在讨论这个题目 我们还不晓得 我想到很多人不晓得 7月1号开始 我们的药已经偷偷被换掉了 因为那个张妈妈 各位可以看 她就是本来有高血压 她本来只要早晚 就是各吃一颗药就好了 然后医生就是把她的药 换成学民药 所以一天本来只要吃两颗 她现在变成早午晚都要各吃一颗 那她吃了她觉得很不习惯 因为她常常忘记 中午的时候会忘记吃药 因为她以前都只有早晚吃而已 突然加了一个药 中午吃她会忘记 结果她的身体就出了一些状况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告诉我们 学民药跟原厂的药 还是会有一些差别 就好像我的 我刚刚不是讲到我朋友的例子 她就告诉我一件事 即使同样像是安眠药 原厂的药跟台厂的药 还是有差别 原厂的药吃一颗 台厂的药你可能要吃三颗 那这对人会不会有影响 其实一定会有影响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美国光是去年 就停了四家印度药厂 禁止它的学民药进口 然后我们的政府 现在是完全没有把关 这些中国的跟印度的学民药 是大量的进来台湾 然后我们的食药署 我们是一点都没有去做任何的把关跟检测 然后那些药物 是我们每天每天在医院拿的药物 就吃的就是这些药物 好 我们讲到吃药这件事 台湾人爱吃药 我们听说话说 药物不能乎乎乎吃 不然你就多药剂 你就不够小 但是超哥 我们讲台湾人真是爱吃药 爱买药到这个程度 是 有人吃药物不用扣医生 自己去找药物来买 就像你开车 最大的娱乐是什么 公布电台 听广播嘛 对 可是你转来转去 你都知道 那些都是台湾 电台你买油了 是我们先来回味一下 它的较薄是多少 它的厉害的作用 通常 那些药物就是说 外部头跟我们加一个空气 是 後面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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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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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是老人贴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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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老人 還有小孩 還有女兒 還有女兒 至少 你看 它要一瓶子吞下去 腰痠不痛 關鍵嚴 風刺 好 完全病到醫處 我跟你說 它一瓶子吞下去 了解 不計 還可以製這個 還給你抵甘霧 抵風寒 這是神丹廟藥的嗎 這是神丹 但是我跟你說 你看它鬆鬆了 滷滷了 不好意思 它幾年的營業額比酒費公司 比酒市公司 營業額還高 賺多少 你也說給我們聽得懂 10億 10億 全台灣 你說哪些油不油 電視不油 全台灣收益的營業 因為很多人吃這個地下電台油 大概依然平均一年 台灣人大概有34萬人 來看這個公報電台 聽這個公報電台吃油 但是現在出問題了 這不能去公報電台 去聽這個公報電台買油 這個案子是一個例子 嘉義地解署開始 你開始抓這些地下電台 你知道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新興古老婆 朱其林叫做玉名神星 他有公信力 他買的就是八角金盤 什麼叫八角金盤 我們來看 它是你抵骨汁的 骨汁我們知道很多人有骨汁 不好意思 你吞這個我油下去 三天七十二休息 你乖就等你什麼 這有押韻耶 沒有用錢 骨汁不用開刀吃三天 乖就等你什麼 我告訴你 我們再模仿一下 每組兩鞋 一鞋三十顆 都要花多少 兩千塊就好 不用封 無效就不用封 骨汁不用開刀 我要給他認證 這就是他公立的地方 所以他這一年你知道嗎 他光這個玉名 他開這套六七年 賣這個油六七年 賺三天一天 雙鼻四五台 這就是怎麼樣 賣油賣賣雙鼻四五台 你看看 賺到油漆一漆 但是這麼常常電台的始祖 這個叫阿龍 是 林鴻鳴 這個人是怎麼樣 這個人就是自稱丟天書 說是怎麼樣 賣符啦 該運啦 這個人是慣犯喔 他買十段之後 一段的做出來賣賣符啦 結果最後你知道嗎 怕判什麼 八年 定業 你去那裡 這個就是地下廣播電台的一個問題 那我要看 那不僅是什麼 其實這地下廣播電台已經什麼 已經開始席捲到什麼 大陸了 你當這金門啊 福建啊 都是我們台灣的油漆 靠著公佈電台去賣油漆 去有代料漆 不過真是這樣喔 你聽到辣子有賣油漆 他是怎麼洗你的心 洗你的鬧 要掏錢 自己賣 其實有三個部署啦 第一個就不是 我們來看這個部署 這個人就是人 有人去檢舉 這個人叫菜兵 他賣油漆 他說 喔 台南節 歐巴桑中風漆 他怎麼坐了 你會賣油漆 吃我們電台的這個油漆 還會趴趴走 這個也太誇張 很厲害 所以說和好名你就很重要 菜兵當中有說剉兵 非常好記 我要來把剉兵賣油漆 是 我跟你說剉兵一個月賺多少 比你比較多 五十萬 五十萬就跟我講是不是 五十萬 是啊 一個月賺五十萬 但是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 你送我下來 郡相 朱祁林 我吃你的油漆 有漆 我還要買一罐 第二通 歐巴桑我看來 郡相 朱祁林油漆 我還要剉兩罐 你看 大家都說 吃到有漆 有漆 就家貧如潮 這兩通都嫁 三個月 為什麼 電台來的 空音去不嫁 幾百人都要去 歐巴桑 還有假聲 有的真聲 你也說有漆 結果你看 二十四休息 二十條三十三 電話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如果一邊開車 一邊要打小孩 美孫 有時候聽到這個 你心裡會心動 還有比較特殊的 為什麼 他說你買電台有聘的時候 有的時候 我送你一台哪裡有 這哪裡有 是我這間電台公司自己做完 你怎麼開 都是我們的頻道 平常是二十四休息 有人主持人住在那裡 像這樣沒來爆去 不好意思 工廠服務的時間就說 開始不行了 這樣就是獨家收音機 但是我要說 但是最後一個結論就說 因為有這三個花招 台灣變成什麼國家 洗腎王國 三高 三高 高血糖 高什麼 高血壓 高尿酸 所以台灣 一年有多少人在洗腎 五萬個人 耗費我們所有的資金 健保的資金 多少 兩百八十億 好心 各位 今天帶你來看 台下電台在賣這些油 就是跟你說 真的要去看醫生 藥不能隨便吃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帶你來看到的就是 林老闆 林太太 他來告訴我們 加盟的點點滴滴 他們自己 都是總公司的幹部 輔導人家展店 展到後來自己 跳下去加盟 想要怎麼錢打開 結果怎麼七三六百 休息一下 我們來聽聽他們的故事 走就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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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